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这个转强 转折点 就是当川普的对手 包括了凯西克 开始退选的时候 克鲁兹一退选之后 美元就做了V型反转 所以我们说这个美元 是不是川普行情 到底是川普的报复 他的报复 他要强大美国 使得美元转强 还是川普要报复 这个报复出现反弹 所以美元的转强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美元转强 各国货币 新市场货币就贬值了 我们看这几天 从美元转强之后 外资卖超台股的规模 就开始逐步扩大 相信台北股市反弹 台积电还是被打在地上 因为外资台队 要调节台积电 所以美元转强怎么看 这第一问题 我们要请教蔡老师 好 第二问题 美元转强之后 所有原物料都开始下跌 第二我们看到 像最近才喷出的黄金 这几天从1303 一口气大挥1259 那白银最高来到18块 每盎司 每金 那一口气拉回到16.86 这个说起来 黄金真的很讨厌 为什么 因为本来白银白银 涨得好好的 那黄金是头肩顶 结果他来凑一咖 结果黄金一拉高 把原来的多头白银跟白金 给牺牲掉了 就变成拉黄金 是不是在出货 我们等一下也要请教蔡老师 说第一个 美元到底这波会升多久 连升六天了 还要升下去吗 那这一波贵金属 在喷出之后 这一波是涨完了 还是涨多的拉回跟修正 那另外我们要观察 在讲到美元跟黄金之前 官朋友 我们看到 很久没有提到的 叫泰德价差 那泰德价差 可能收看 长期出来的金钱报 就是我们在2008年 金融危机当中 特别观察的 他指的这个价差 就是三年期的美欧国债 跟英国的伦敦 美元的猜款中心 Liber 三个月期 减三个月期 它的差距关系 当经济和缓 当市场的美元流动性 充足的时候 这个泰德价差会很低 因为三年 三个月期的美国国债 跟三个月的Liber 美元的猜款市场 因为没有风险 钱又多 会很接近 那一旦出现扩大 这个Spring的扩大 至少要注意到 第一个就是 企业的短期风险 全市场的快速拉高 第二个是美元的供给 流动性出的问题 所以过去 我们常看到泰德价差 你把三个月的国债 跟三个月的Liber 来做相减 这个差距一扩大 就代表市场上 一个是短期 不是长期债务 什么中国债务报表 那是长期问题 短期的企业债市场 出了问题 另外是美元的供给 出了问题 所以我要讲 蔡老师观察 因为一连串的 现在 成都刚刚万民哥提到的 没有股市创新高的 涨的是灾难财 涨的是灾难股 麦当劳叔叔 然后另外涨的是泰森 因为川普很像麦当劳 你看川普 把头上染一染 画个孔 长得跟麦当劳叔一模一样 所以现在美国走的是川普行情 可是反过来看 贵金属全拉回 美元转强 同时 全市场有好几个指标 开始有波动 您的观察 好 那美元 美元会谈是因为 它到跌幅满足了 我们已经算过了 92.33 刚好就是到跌幅满 你看 这个是一个收链三角 收链三角第一波 是在95.3 这边也从95弹到98以上 然后再进行一波下跌 那这个第二波等幅的 我们讲到这一波 这边到了 那第二波就上次讲了 先会到92.33 这是最低是到91.87 对 就一个下影线 对 就这个地方一个下影线 就回来了 那这里的一个反 就是一个到跌幅满足的反弹 是 所以结构上我还是强调 95.2这边必须要做突破战上 对 他才会扭转整个头部 因为这个头部很长 对 我们之前有给各位看过 这头部非常的长 对 大概一两年的时间 所以你必须要先突破这个地方 他才有扭转头部的一个机会 那就算他站回来了 那也要时间整理 就是时间空间都不利就对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周线 周线就是刚刚讲到了 一定要站回来95.2 那这一个头 这个是一个M头 因为他站不回去 往下的空间下到87.36 跌破之后 所以在这一波反弹的时候 他就不能再跌到93以下了 如果再跌到93以下 那表示他这个跌破 或是一个成立的 要进行跌断 那就麻烦 那好的状况 就算他站回来要整理 因为这边 就变成破线盘 对 这边破线盘 你也要整理 整理对 那整理大约 我们预估来讲 五月 五月整个五月 不是这种整理盘 就是跌势 那就是一个什么 弱势结构 非盘即跌 就是一种弱势结构 所以五月 他还是一个风险期 你等他站上来 拖过了五月份 那这个结构 他才会慢慢改变掉 那时候你要投资美元 那个时候再来 会比较好一点 否则你在这个时候 还是尽量看一下 有时候我们讲的 行情就是要等 投资美元是值得投资的 所以稍后我帮你下一个结论 短线是看反弹 因为迪弗满足 算出来了 中线还是弱势 非盘即跌 但老师一致言讲 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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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还有第二波的涨势 因为第一大波 就是78涨到100那个地方 那第二大波 我们现在就要等他的低点 直稳的低点出现 那是要等出来的 那时间还没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黄金 黄金之前在突破 我们上次讲到1300 到1300压力就很大了 因为上面层层压力 又周线看就很近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黄金 黄金之前在突破 才转强 这个就是 一般来 这次转 先转强的是 那个黄金跟 白银跟 白金 那黄金就变成落后补涨 投机的 所以你看 每一次在涨落后补涨的时候 行情就休息了 所以 他那个一向来之后 这个1265 目前已经 短线上已经破掉了 那表示 他就是一个落后补涨型 所以黄金看 你看他再怎么强 但问题就是说 我给各位看过 那个周线月线 对 一千扇以上 压力太多 太多 有美国大叔 中国大妈 台湾大省 对 现在赚钱的 只有那个 广东大妈 是 他是大概在一千一那边买的 好 那再来 再来就是白银 白银的结构不一样 刚刚那个黄金的中段整理 就跟白银的中段整理的 相对位置在这里 对 所以黄金两根 之后就下来 那白银不一样 他喷得比较高 所以拉回来正常 那这是一个 这个底因为太久了 太大了 太大了 所以这一个地方 我们就把它视为是拉回整理 是 那拉回这个地方 十六块八 这个地方就变成支撑区 是 那也就是说 你之前我们讲太高 你不要去追 因为它上到上次的压力 反而你要拉回做买的动作 十六块二到十六块八 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好的 都是还不错的一个接护点 但是颈线就 记住你要守颈线 这个颈线是不能破的 对 就注意这个就好了 那再来看周线 是 周线就是我们提到 你光看这个底 这么长的一个底出来 所以这一个结构上 刚好一个长红 然后拉回 我刚刚讲的颈线 就是十六块 对 所以你十六块二到十六块八买 那跌破十六块停顺 应该在十五块九 我们看算十六块会比较好 好算一点 那风险就不高了 对 所以有些东西 你不要追高 你不要人家都看好的时候 就像最近前一阵子大陆的一个 我去上课的时候 每个都在问铁矿石 每个都在问罗文钢 那时候的大陆期货都涨得比天高 对 然后现在呢 有些钢尾拉回来买点 就像那个白银一样 是 回到买点你想买再买 对 那会不会有第二波 反正最起码你是在支撑 拉回支撑的一个 附近买 附近买 要设停顺 停顺很好设 对 那你那个追十八块的 你要怎么设 到十六块那个停顺很高 对 那十六块二到十六块八 那停顺就很少了 赔一个两毛钱 对 那个就是 就是现在的行情就是这样 看好风险 是 股市风险很高 但是商品或许 还有那个机会 第二波的机会 蔡老师从你这样讲 第一个 美元还会再跌 可是贵金属 像白银白金 拉回是买点 我们这时候要看美股 因为事实上 你从美股观察 第一个我们从全球的美元市场 泰德价差 有个泰迪熊 这叫泰德熊 泰迪熊是交易员儿子玩的 泰德熊是交易员爸爸自己玩的 所以关门这两只熊都很重要 因为熊玩得好 晚上睡觉会睡得很安稳 所以这个熊要抱着他睡 好 这个大人玩的 重点 泰德熊晚上跟你讲话 关门不是电影 熊会讲话吗 这个世界真的很危险 另外我们再看到 银行波动率 其实事实上美国线银行波动率 感觉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蔡老师家大概记得 上上礼拜吧 来画费城半导体 变盘转折 结果真的变盘转折 台北股市就蹦蹦 从8500一路跌到最近的8100 美股怎么看 好 上次我们有算到那个 41周的那个 变盘 那是用费 那是费城半导体 我讲到的时间波的转折 比那个费波然系数 真的准太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看 费波然系数了 我已经讲很多次了 那个都是蒙到了 总会让他抓到一次 但是那个几率很低很低 那你如果是用那个 那个时间波的话 那准确率会高很多 那现在这个SMP 这个地方 他又出现了一个假突破出来了 你看他这边有一次 这边有一次 只是通常来讲 一般来讲 这一波的返航 通常不会越过这边的高点 但是他这一次过了 这什么解读 所以在这边很难抓就是这样 但是你要看好他嘛 又那个怎么看都是一个头 是 所以在一般来操 那你只能就像什么 突然出现假突破的时候 那你想做空的话 那这边有一个压力区 就2080到2100 对 你就等形态出来 你没有办法去预测说 在哪里的压力你想去布空它 对 像这种形态 又来一个假突破了 好 那现在摔下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假突破的现象 那压力就记得 就是2080到2100这边 那下面这个红色的线 就是上次我讲到这里 我们讲到41周的那个 废城半导体 对 就在这个41周的时候 转折就往下了 对 那我们看 为什么给这个看 给你这个看 你看 S&P500 三个高点在这里 但是废城半 红色的是废城半 越来越低 而且这个有领先的味道 对 那科技股更低了 对 那个NASDAQ的科技类股 所以现在告诉你 现在就是什么 就是 包括台湾 台湾这次上一次 你记得上一次 去年8月领跌的是金融股 对 先破底 那这一次领跌的是电子股 尤其是半导体 像联巴科 算这几天反弹 可破200块 最近还有什么 台积电好弱 一大堆高价股 跌停板一大堆的 是 那个就告诉你 现在业内就是趁这个时候 要开始灌压 我今天还看到这股票叫F立峰 好像就是做克林提纳直销的 那个大陆 大陆还在松人路上 一个月多的时间 从380千变100多 是啊 好恐怖 所以前面都很投机 对 那之前我们不是讲 业内在做空 对 那业内通常都是赢家 那现在证实了 明天那个棋子要结算 那不管有没有结算 最低还打到80 8100这个以下 对 那是不是业内的那个 你只要看电话线出来 还是业内 不是外资 那现在还有SNP 注意这个景线 1820 因为每一次转落都会来这个地方 是 就这一次上 这一次本来是在这根破线 那破线通常 就像我们讲的 这一次能够拉到上 算是这个技术面很罕见的现象 对 因为没有摆不分子摆正确 但问题说 这一次下来之后 那这三个点连出来 他的景线有做了改变 就是在哪里 1820 是 那如果记得 如果说有来景线 不要老是在 因為最近 為什麼大家 外资为什么要去抢 最近在撑那个期货 因为你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地方 刚好又是前坡的景线区 有没有 那外资常常这样 因为外资是看着美股在操作 只要有到景线附近 他就会去赌多 对 所以景线就不能破 一旦一旦破了 那你有在操作 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大陆这几天 这个商品市场跌幅非常非常的大 修正来得也非常非常凶 但我们看到 这主要几个 第一个是飙升最多的两个商品 一个就是钢筋 螺纹钢 一个就是焦炭 那另外令大家最意外 大涨的是棉花 因为棉花 中国的战备库存实在太多 可也没有想到这波大涨 可是这个行情到现在 我们发现这边 钢铁般的作夺一致 棉花般的供给行情 最后焦炭般的散户口袋 所以观众 大陆市场 真的是一个赌博的天堂 你抓到行情 这个瞬间上天堂 抓错行情 瞬间变套房 所以基本上 到底意志重要 还是行情重要 还是口袋深度重要 我要请到蔡老师做观察 因为第一个 油价做拉回 因为油价这几天有点利多 可是油价还是拉回 那跟美元反弹有关 另外还是大陆市场 接二连三 在进行监管制度 跟手续交易成本的一个施压 所以这个行情拉回速度 非常非常快 大家比较担心 它会不会跟去年的路股一样 就是单风反转 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 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 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 所以我们从原物料市场 从原油看到大陆这一波的修正 到路股 到底怎么看 好 石油 在上次欧洲股市拉回 我就认为它的创新高 应该会很短暂 对 老师有讲过 因为其实油价跟 之前我讲过 油价跟股市 在这个地方跟欧股 他们其实是没有关联的 是 因为长期如果油价低 当然对景气好 对 所以油价涨上来 怎么会对它好 应该是不是 但问题是说 市场最近的走势就是这样 我们必须要贴近市场 去看这个形态 不然你会抓不准 蔡老师的意思 其实蔡老师你上节目很久 第一油价 80块以上 经济不会好 除非到60块以下 景气才有反弹 的机会 所以你像低油价对股市有利 高油价对股市不利 这是实物面变化 可是金融面 油价反弹 石化股 能源股 都大全值股 就会反弹了 因为最近这一次 就是拉油价 然后大家都是看这个 你就跟着市场做就好了 其实他并不是 因为这个理论才看好的 是 那这一次一个反弹上来之后 我们看 都是一步一趋的 对不对 但是这边创新高 就在这个时候创新高 股市 这是德国股 红色的是德国股市 对 我们以德国的指标来看 当这里创新高之后 他已经开始在下跌了 对 那就跟去年 去年吧 那个 日币再创新高 我扁过新低 我是不是说日本股市不会跟了 那不会跟日币 日币就不需要扁了 对就反而生了 那这一次可能就是拉 我们上次讲 拉油价就是要制造通膨数据 对 那做到这里就好 那如果这一次再做 然后股市不会涨 那没有意义了 所以你看这根长黑 就已经破掉了 而且在我讲的时候 这边我们讲过 强势的一个商品注意 创新高的时候 注意三日低点 你看像这三日低点 这边就破掉了 对 那破掉就表示它转弱 所以你看这边 再看起来好像要转强之后 又灌下来 对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42.5 42.5如果跌破了 那表示说这一个波段 会有结束 在技术面这波就结束了 是 那结束的话 那我也讲掉 我也强调 我自己有在录那个视频 对 原油这一次带动上来的 除了这个还有些商品期货 是 所以商品期货 你如果原本预估要有 第二大波的话 那可能要打一个折扣 是 但是我们讲过 当它上来的时候 总是还会趋势与轮动 还有一段时间 对 那橡农产品里面 最强势的我还是强调 黄小玉我一直讲到黄豆 就看黄豆就好了 但问题 黄豆已经涨到这个压力了 人家最近的最强的就是黄豆 对 我去大陆也讲说 黄奖运你就看黄豆就好了 是中线 所以看得比较远 对 那因为这个地方的底部比较深 比较久 对 那这个地方1050压力已经到了 是 支撑在985 那你的风险就高了 对 那高的话 刚刚那个万民有讲到 小麦也欠收 小麦还在底部区 反而比较有机会 所以说你不要随便去追 虽然说有的时候 他有强者横抢的机会 但是如果像罗文刚这样子 到那个罗文刚也是到 像到这个也是到他一个 也是到这里 跟黄豆也跟他一样 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开始什么 大幅压回 是 那你会受不了 对 不如去做那个 有机会从底部上来的 是 那罗文刚这一次的压回之后 刚好就我们把这边 尽量放大一点 他刚好就到这个第一根粗量的地方 这一个地方大概是 应该是2000到2200之间 他的低点是1967 在技术面这个1967是不能破的 是 所以破了就是你的停存点 另外呢 这里有个起漲点是2091 对 那现在刚好到2091这里 对 刚好到这边 那在技术面上一个 你如果看好一个行情 高当然不要追 但是当他大幅拉回的时候 买 一到他的起漲点这附近 他变成是一个买点 不行就停顺 不行就停顺 反正停顺很近 停顺就近 对不对 你设个1967就近 对 因为你在2000多少 对 那风险就很低 那最少 如果说没有第二大坡 那通常这边都会有一个反弹行情 对 如果连这个都动不了的话 那因为这是一个 投机的一个主轴 当这个强势指标 连那个支撑都受不了的时候 那你期货就不要玩了 对 就玩到这里就好 商品元物料就不要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证 大陆股市 这波比较可惜 是 因为 你看 我讲的对称时间波 真的很好用 这个地方也是12天 对 这个地方也是12 这个地方也是12天 转折 那这个地方12天 这边也12天 所以我在第8天的时候 因为第8天它刚好出现最低点 我在第8天的时候 会有一个转折向上的机会 就在这边转折向上 那第12天就重要了 因为第12天它是一个变盘期 对 那本来预估它会是一个打底的结构 往上变 因为上面一定要先过3009 结果没过3009 3009的突破 那才是技术面一个转强的一个重要 反正就那天就气象预报会打雷 到底是打掉那个帅哥大K 那不是我竞争者 结果没想到打到我自己 雷是打了 只是没有想到 没有打到对手打到自己 所以转折是往下转折 那技术面就是这样 你要尊重市场 反正你就抓到第12天 最起码 我们抓得到变盘日 就是这一天了 这一天就是变盘 那往上就抱着 往下的呢 只要变盘往下 股票就你有融资的 趕快跑 但是3000点以下你是长线 现股投资的 是不用管这些 拉哩拉扎来挣去的 这种第12天 不然你去抓 你怎么知道哪一天会变盘 对不对 然后最后就是我还是强调的 这个地方3000点以下 这边变成要 因为怕一个对称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我上次讲过 月线长虹之后 那通常要走多两个月 那刚刚那个日线 变盘日往下 那往下就破坏了这个月线的结构 对 那破坏月线的结构 那这边怕他又要整理两三个月 所以你要等 等他还要再出另外一个形态 因为上次我讲过 这次底部出来也是等出来的 是 你下次的底部 你还是要等的 对